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电台在平日播出的电视剧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而引起了业界的担忧 很多制作公司表示 由于制作费用的大幅上升 他们很难推出新的作品 其中占制作费最大一分就是顶级演员的出演费用 在被称为黄金时段的平日晚上8点到11点之间 曾经的常客平日电视剧已经消失了 在KBS NBC,SBS,TVN,JTBC五家电台中 只有两家有周一周二的电视剧 而周三周四电视剧这一部都没有 算上本土OTT 去年韩国电台播放的电视剧总共有125部 比前一年减少了7% 而这理由是因为惊人的制作费 刚才也说过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演员的片酬 根据去年的演员薪酬报告 顶级演员的每集片酬基本上是2亿韩元 甚至有的超过了10亿韩元 随着拥有巨大资本的Neprits等海外OTT进入韩国市场后 以知名度高的演员为中心提高了整个片酬 而Neprits是从全球2亿3千万用户那里收取订阅费 但会员数较少的韩国OTT或电台们 则面临着更大的制作成本 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了制作公司只能减少制作的数量 因为电视剧制作公司的代表表示 制作公司和电台不得不为了给那一位明星支付高昂的出演费 而难以与其他优秀的演员或工作人员合作 在目前电台制作公司主要依赖海外销售收入 而不是广告的情况下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韩国电视剧产业整体可能会萎缩 韩国广播通信大学的教授表示 在目前这种结构下 制作公司只能将作品集中于 有海外销售潜力的演员身上 这样一来只有少数的作品才能冒着巨大风险制作 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 这将削弱竞争力 许多制作公司强调 制作公司电台政府和经纪公司 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共同制定合理的演员片酬的指导政策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改变 必须使用知名演员才能提高收视率的想法 如果能够展现新音的主题和真诚的故事 即使没有知名演员也能取得成功 现实情况是 如果没有知名演员 投资者就不会进行投资 广告也不会投放 投资者是投资于有可能性的项目 而不是不可能性的项目 应该持续发掘新演员 因为想要用老套的剧本和知名演员来提高收视率 所以才变得难以负担 不管是电台还是Netflix 总是不断出现那些老面孔 Netflix的质感感觉也越来越低了 总是看到同样的脸孔 真是厌烦透了 在海外的成绩很好 所以才会不断的使用顶级演员们 就是因为能赚钱 所以才会给他们那么多的片酬 不是吗 以前晚上看电视剧是一种乐趣 但现在时间观念模糊 忙碌且随时想看就能看 可看的选择也多了 世界真的变了很多 对于韩国演员的添加片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